请收看,为心世界,用心看台湾,专门健康保抢 闪到污染世间城 伤不忍兴奋清净 红军老祖法全圈 如花三足的六宝 满眼子孙一万年 各位散心大德 闲事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为了要确保全民健康 让大家更知道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们特别邀请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食群 来关心大家身体的健康 增加健康的专业知识 带给社会、家庭、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 翁德福 翁主任 翁主任 你好 你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翁德福 翁医师 很感谢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翁医师 我觉得在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医生 离里外都忙 离呢 就是这些的我们的这些专业的 这些门诊呢 是 是 自己都要负责的 是 外呢 就是在学校各科科呢 有相关的科系您都要负责上课的 对 对 每位医生都要这样子吗 大部分医师都要这样子 是 是 是 那从这里面才去看看哪些的学生对什么科比较有兴趣 再来说选择 是这样吗 通常我们学生 医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 他自己会决定啦 像我自己也是在学生的时候才决定说 我要走这一方面 要走小儿科 但是我进到小儿科里面 小儿科里面又有分心脏科 消化科 感染科 很多科 是 我最后才决定说我要走儿童血液肿瘤科 这个血液是莫测高升的 对 对 其实这个算是比较冷门的科系 因为大家知道看过敏的 这个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科系 血液科 其实对我们医师来讲 这个血液科也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困难的科 比较少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血液科很有趣 帮抽丝剥茧找出原因 帮病人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 这样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是 那就套你刚刚提到的嘛 你也适合当侦探 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个 对对 这个就是说血液的问题其实很多 对 大家不要看这个血液两个字 其实它真的是也是莫测高深的一个血液的问题 所以您说要抽丝剥茧的去了解其他很多问题 有很多很热门的医生 有很多现在病的很多的这些的病呢 其实跟血液有关 是 如果说血液可以照顾得非常的好 了解它更多 可能对病人的权益的激励帮助很大 对 其实像我们的血液里面 大家或许都想说贫血会头晕嘛 那事实上缺铁贫血甚至连注意力都没办法集中 对 所以说功课有时候成绩也会不好 是 那做事很容易疲劳 是 这个都是一些贫血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警觉 就想说自己是工作太累 或是小朋友不用工 都是这样的 是 或是偷懒 考试的时候头晕 对 不过有个问题我想 就是说大概25、6岁 然后忽然觉得头晕却得很厉害 是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其实头晕对医师来讲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是 因为发生的原因太多了 是 对 从我们神经的问题 眼睛 耳朵 到血液 到心脏 都会引起你头晕 是 那如果全部检查都没有问题了 有时候还是心理的 心理的头晕 这个都是 心理也会头晕 没有错 像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一些年轻人或是儿童 他们会用头晕来逃避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是 之前遇到一个上课他就头晕 因为他不想去上课 对 太多疼 这个小朋友太多的问题 是 不想要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抗拒 对 但是唯有用这个头晕头痛 看不出来的 父母亲没办法看的 对 来唐赛一下自己的谎言 对 这个也是觉得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 不过如果真的是头晕常常发生了 真的要找医生来做治疗了 仔细的 仔细 因为你刚刚说头晕的问题是很多 很多种 你要全部一个一个去问仔细 什么样的状况下 什么样的情形下 早上白天晚上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 或是说你睡觉起来 还是你晚上睡不着 这些都有可能引起你头晕的原因 突发性的头晕有 对 也头晕有吗 突发性的头晕的话 就要 比如说你活动的时候会不会严重 坐着就比较好 或是说你的话有没有什么诱发因子 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强光 或是像我们晕车 你坐车了之后就发生头晕 这个就是医生要去负责要去抽尸剥茧 把它找出来 对 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 医生真的要做到像侦探一样 对 一个身体交给你了 你就要去摸索了 真的不简单了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提到了这些血友病的患者 其实就是行坐坐卧 每一个细节都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我们现在想要跟我们的王主任来谈到的就是说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先天的血友病 跟后天的血友病 但是有一种要叫做类血友病 这些到底是什么问题 什么原因 或是什么样叫做类血友病 一般我们血友病就是指我们凝血功能有缺陷 那一般我们血友病分为两种 一个叫做A型血友病 它是缺第八因子 B型血友病是缺第九因子 是 但主要是这两类 那A型的人比较多 那类血友病它不是缺第八也不是缺第九 它是缺另外一个叫做尾伯 尾伯式凝血因子 那它的症状跟血友病很像 是 但是又不一样 是 所以叫类似 类血友病的一个表现 是 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血友病一般好发在男生 但是这个类血友病好发在女生 是 因为女生有月经的问题 所以女生比较容易会被发现 是 那我可以请问一个问题 是 我们在台中以前有一个前市长的夫人 是 也因为是车祸的问题 对 所以才发现说它是凝血因子的问题 是这个意思吗 它那时候使用应该使用的叶克膜 导致凝血功能可能会有出现障碍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相关凝血因子的疾病 是 那如果说有人他长期吃了什么药 也会影响到凝血因子吗 我们平常使用的像阿斯匹林 我们一些抗 保护我们心脏的药 事实上它就是会抑制我们的凝血功能 是 它是会让我们血管畅通 不管是心脏 或是脑部的血管畅通 是 它就是会抑制我们的凝血功能 让我们的血管比较不容易塞住 是 但是它其中就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功能比较差 或是说像一些肾脏不好的人 它的凝血功能也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算后天吗 对 这个都是后天 也就是它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凝血功能不好 是 所以难怪刚刚我们汪主任说 这个尤其是血友病的问题要常谈 很多 那这个也都是 包括如果说他有慢性病 或是有什么吃药 那身体有哪些的问题吃药 这个要问到很清楚才知道 对 所以说你今天假如来找我们医师的话 我们医师事实上 对你做的详细检查 事实上就是医师花时间 很仔细的问你 绝对不是说叫你立刻出去抽血 照一次光检查 才叫详细检查 混混混一百十更远 山高忽然世间尘 伤人心本心惊 同军老祖发旋旋 问诊也很重要 对对对 抽血它好像是有固定的 对有它的极限 而且抽血的太多了 不可能把你的血抽完 就全部都抽完 一定要问清楚之后 才去针对你的问题去抽血 这样才会对症 没错没错 好 那么有家族史的这些病的人 要怎么样注意呢 因为这个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疾病的一个陷阱 这个类血有病它是一个险性的遗传 我们小时候念过生物课本 大家知道有这个大A小A 那隐性遗传就是小A小A 这个比较少见 但是类血有病它是个大A 所以说家里面假如有一个的话 事实上在家族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不少个 所以这时候这时候会有一个陷阱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假如有这个女生有月经过多 或是有流鼻血的问题 那你去问家人发现我们家很多人这样 或许你就失去了一个警觉性 你就觉得我们家都这样啊 应该没有问题 甚至事实上 这个可能就是你们家族的一个遗传 那应该要去把它诊断出来 那其实大家有可能遇到 将来遇到健康的问题 这个能够适时的诊断 这样可以保护大家的健康 是 是 所以我们说不是像现在 大家很害怕的这个癌症 才有一传的问题 当然也有是后来才发生的 就是延伸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有家族史 像一般说什么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压 这三高的问题 大家都注重在这里 多忘记说 也要多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血液上面的问题 我想这样是会比较万全 所以在我们的内血有病里面 是其实有一些是 我们看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可是它真正就是 对 因为像内血有病的出血 它假如是用月经过多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会去看妇产科 那妇产科医师有时候 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没有办法像我们血医科医师 那么注意 他会从妇产科医师的角度 去看这个月经出血的问题 是 那如果是流鼻血 可能我们就去看耳鼻喉科 那是 那如果是消化道出血 我们就去看消化科 是的 那这些医师 他其实他们在检查的时候 如果没有针对内血有病去检查 他会觉得说你的抽血都很正常 你应该没有凝血功能的问题 没病 就是说这个你应该就是一般的出血 但是病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很困扰 比如说那我怎么一直消化道出血 怎么吃药都不会好 会有这样的问题 消化道出血 他自己怎么会知道呢 他可能就是血黑便 黑便 或是说贫血 然后去医院 医师就检查粪便 就再做个胃镜 就发现你有消化道出血 是 但是我们这种有凝血功能疾病 类血有病的病人的消化道出血 通常会是一个比较难缠的 反复的 严重的 像我最近有一个年轻的男生 15岁而已 血红素来的时候就只有7 这个很少见 它是一个消化道溃疡的情形 那我们消化科医师说 这个就是一般的溃疡 好像跟平常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们学医科师就说 就觉得很特别 因为15岁怎么会溃疡成 血红素掉到这么低呢 所以我们再仔细检查 凝血功能 就发现它是一个类血有病 所以像这个大医院里面 各科的医生都非常的专业 像这些问题平常你们发现了以后 会在一个研讨会里面 大家提出来互相的提醒一下吗 对 这个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因为这个血液方面的疾病 真的是比较专门 也比较冷门 有时候真的就是说今天医师病人这么多 这100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 是这个血液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通常会去跟急诊 还有这个消化科 婦产科 耳鼻欧科这些医师 我们跟他交流 是 跟他们提示说 假如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这个必须要有警觉 是 因为耳鼻欧科 其他医师其实有提到 有时候这个病人 每次来看的医师都不一样 是啊 对于这个医师来讲 你每次都是看第一次 他就不知道你前面出血了几次 没错 没错 这时候只有病人自己知道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这个是病急 我们说病急乱投医 就是生病 这个医生看不看 我再找牌来看 到最后本来可以延续下去 去追踪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结果你就失去那个机会 这个也是 所以大医院好处就是说 医生可以大家来研讨 互相交流一下 这对病人是最有帮助的 当然 那是最好的 不过就是说 我们的汪德福汪医师 他有提到了就是说 有一位就是蛮年轻的 对 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他为什么会中风 之前在新闻上 有提到一个健身教练 他三十几岁 他非常的健美 身材非常的好 有一天就中风了 那他们当然就非常的意外 因为平常是非常的注重健康 是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 是不是因为我最近睡眠不足啊 造成我中风 但是事实上后来医师检查 他是一个年血功能的问题 他是血栓 血栓 那后来他才恍然大悟说 他们家里面也有年轻人 年轻的亲戚 其实就是很年轻 就发现心肌梗塞的情形 是 事实上跟他的中风 都是同一个类似的原因 所以说这个家里面 如果有年轻的人 很年轻就血栓了 一般我们老人家 至少五六十岁以上 这个才是比较会进入 这个血栓中风的一个危险群 或心肌梗塞的 但是如果三四十岁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定要担心说 家里面会不会隐藏着一些 这种血栓性的疾病 没有被发现 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提早发现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可以预防它发生 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家人 所以翁主任 您刚刚提到这个血栓 是 要怎么样更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血栓的问题 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或者是感受吗 血栓的话 其实大家最常见的是脚的血栓 叫做深层静脉血栓 那这个在骨科手术丸的病人 这个比较因为脚没有动 会出现 或是说久坐久站的人会出现 以前叫经济仓症候群 坐飞机坐太久了 就会出现这种情形 那脚就会觉得很肿胀 是 那一般大家知道 如果脚肿你把脚抬起来 它就会慢慢的改善 是 这个水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如果是深层静脉血栓的话 它是没办法改善 是 你就会发现你的脚又肿 小腿的部分又肿又痛 这就是一个血栓的情形 是 那或是说有时候这个血块 从脚上面掉下来 掉到肺脏 你就会突然觉得很喘 这时候就到医院去 那如果能够检查出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你这是一个血栓的情形 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血栓疾病 很常见的一个征兆 或是一个表现 那像这种血栓的话 是不是脚会觉得重重的 对 就会觉得肿脏 肿脏 它膜会痛 那如果像这样 如果说一般我们都会说 要用热血来泡一下 让它 血液循环好一点 有帮助吗 如果是单纯的这个水肿 比如说我们大家工作了一整天 这个脚水肿 通常这种是有帮忙的 但是如果已经形成血栓的话 大概是没有帮 是 如果按摩呢 按摩的话可能就改善一点点 但是你通常按的时候会痛 是 大家就是怕痛 对 一不舒服稍微抓一下 就怕痛 那血栓通常会发生在一只脚 比较不会同时两只脚同时发生 是 所以一只脚的时候要特别 那这个要怎么治疗方法 血栓如果发生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棒的口服药物 你只要能够诊断出来 其实口服药物一段时间 它就可以改善了 是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要了解自己有这个体质 那看如果你有这个体质的话 我们服用药物的时间 可能就必须要拉长 那如果你这个 没有这方面的体质的话 可能我们藉由一些日常生活 饮食习惯的改变 就可以避免你血栓了 所以要健康并不是那么简单 但也是很简单 不简单你就是要面面俱到 要简单你就时常注意一下 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看起来还是不简单 所以我想很多人 就是为了想要健康的问题 大家都想健康 所以在我们台湾全民健保 真的非常的棒 每个人都有一张健康的保证 而这个健康的保证 有些人很炫耀 你看我几岁都从来没有用过 而且才用几次 那是不小心感冒的 那是真的恭喜他 但是有些人 当然也是过度的滥用 也有 但是有些人 他也从来不用 是因为他根本不管健康 是有遇到这些人吗 一般其实我们在儿科的话 通常父母对小朋友的健康 都是蛮关心的 是 通常是没有生病的一般 就青少年或成人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身强体壮 是 比较就不想去用这个看医生看病 觉得自己会好 是 但大部分的状况是没有关系的 是 但是一定要注意到说 如果觉得自己非常的虚弱 一定就不可以再撑下去了 一定不会说自己虚弱 撑撑撑撑到后面会好 已经如果一个正常健康的年轻人 你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虚弱 那通常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 所以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了解一下 对 因为这些的 像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血友病 不只是健康的问题 他现在没有限定是 一定要几岁的人 对 一定要多年轻的人 其实疾病 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徘徊 就是多注意一下 那我们像这种血友病的人 最高大概有几岁的记录 最小大概有几岁的记录 我们当然最小 我们出生就会诊断出 就有 对 之前我目前遇过最小 大概是七天大 是 那目前最老的话 就有一个爷爷 他七十几岁才被诊断出 是 但是他就 后来跟我讲说 他之前过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都莫名其妙 是 这一方面 这个初血啊 伤口愈合的问题啊 医师也找不出来原因 是 这个 这个其实 就是太晚才发现他这个问题 是 那帮他检查出来之后 他就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起了 嗯哼 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 小儿学医肿瘤科 是 汪汪主任 是 就是 你建议这些产妇们 是 就是他怀孕的时候 是 去做杨茂穿刺 是 来看看好像是检查 看看有没有这个血友病 是不是 哦 这个是 家族里面有这个家族史 才做 今天我刚刚提到 今天这个一个血友病的爸爸 他生下的女儿 会带着这个血友病的基因 那 但是他不会发病 他女儿叫代因子 代因子 大部分是健康的 少部分大概五分之一 他会有一些出血的症状 但是五分之八成都是健康的 那这时候他在 他在怀孕的过程中 那 他有可能 生男生 就会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会生下血友病的男生 是 那女生的话 也有二分之一 会再生出代因子 就跟他 妈妈一样就是 有带着这个血友病的基因 的这种情形 是 所以说 那一般代因子 我们 当然就觉得说 在日常生活上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代因子妈妈 就跟我说 她心理压力很大 尤其是婆家 对是 所以代因子妈妈也是希望说 我生女儿也 连代因子都不要 那我儿子 当然不要血友病的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这个 这个羊膜穿刺 或绒毛膜穿刺检查 如果真的是遇到 血友病的话 就是看看家属的 考虑怎么样 是不是就要 就不要了 就要再把它 就是剁胎掉 是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 可是你这样子的 会不会担保她下一胎 再怀孕呢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 比较进步的做法 就是会 就是妈妈 这个 不过这个伟大的妈妈 也是蛮辛苦的 我们会给 妈妈给她做这个 产前的暖子筛选 筛选 我们筛选健康的暖 然后做四管婴儿的方式 来让他们生出 健康的宝宝这样 是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向也是 对 内血友病也是一样 内血友病的话也可以 不过内血友病的话 因为他们的下一代 通常是比较健康的 不会发病 所以说一般 就不用像血友病的话 这么重视这个 又生下血友病的下一代 是 所以我想 就是说 利用一点时间 我们真的难得 请到了中山医学大学 副社医院的小儿血液 肿油科翁德福翁主任 我想就是说 因为这个血友病的问题 就是 要怎么样注意 因为它是反复的出血嘛 你要怎么样的 特别来关心 我们这些血友病的患者 或者是提醒大家 多注意一下血液的问题 好 那血友病的这一个疾病 事实上 当然我刚刚提到 这是一个出血方面的疾病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血友病家族里面的家人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这个血友病 不是只有出血而已 它出血会造成慢性的疼痛 会造成忧郁 会造成他课业 或工作上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它带来的 并不只是一个出血 而是一个整个人 整个生活的一个改变 那家里面有一位 血友病的病友 很容易会影响到其他的家人 所以我们今天照顾 血友病病友的健康的时候 不是只有这个病友而已 我们可以让整个家庭的健康 受到照顾 所以说第一个 我们就希望说 所有的病友 他们应该要积极的来做预防治疗 预防自己出血 让自己的生活维持正常 整个家庭也才可以维持正常 那对于一些 还没有被诊断的血友病病友 如果你有这个伤口不容易愈合 或是反复 牙龈啊 口腔啊 或是说消化道啊 子宫啊 月经出血 这些问题 应该要来就医 尋找这些血医科医师的帮忙 有时候可以帮助你们 再解决你们这些烦恼的问题 是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的翁德福翁主任 在我们中山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小儿学医肿瘤科 来为大家服务 那所以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多做了解 还是一样 我们刚套一句 我们翁主任的话 预防绝对是重于治疗 能够多预防身体呢 就多健康 今天谢谢翁主任接受访问 谢谢 也感恩您贡献出这么多的智慧 谢谢 感恩祝福您 好 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erniccus 心态 反对赛 大魁断 长早